好了 下一题 2021年年初 某企业所有只权益总额 115万元 其中实收资本700万元 营运工机200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100万元 未分配利润150 当年实现净利润300 该企业按进利润10% 具体法定营运工机 向投资者分配现金股利140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2021年年末 留存收益总额是多少 这个题目就类似于我们前面 所说的那个应付账款 告诉我们期出了 告诉我们本期一些业务了 然后让我们算期末的应付账款 对吧 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 它是告诉我们期出的 留存收益 包括了营运工机和未分配利润 然后又告诉我们相关业务了 实现净利润 提取营运工机 分配现金股利 然后让我们算的是 年末的留存收益总额 对吧 所以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第一步 找期出 期出的留存收益是多少 200加150 350 然后继续看 那么下面这些业务 对留存收益有什么影响 首先实现净利润300 那么在利润分配之前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分路 借利润分配 借本家利润300 代利润分配 为什么利润300 对吧 那么这个留存收益 包括了严运工机和无位分配利润 所以实现净利润 导致我们这个留存收益 是增加了300 好 继续再看 按净利润10% 既提法定严运工机 这个业务 有没有引起留存收益 发生变动 当然这个问题 我在基础班 还有CD班里面 都给大家总结过了 那么你怎么样判断 他有没有引起 理润收益发生变动 你就把分路写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个分路怎么写啊 借利润分配 代的是啊 英语工机 那他们是属于 理润收益内部的一增一减啊 你同学可能会想 那哪是 理润收益一增一减啊 理润收益包括了 严运工机和无位分配利润 那你基础方 它不是无位分配利润啊 它是基础利润分配 提取法定严运工机啊 但你别忘记了啊 我们提的这个法定严运工机 这个民企科目 最终在分配完之后 是不是转到了 无位分配利润了 是 所以啊 你如果是用分路来判断 它到底引起什么留存收益啊 或者是所有权益 有没有发生变动时 你那个所谓的无位分配利润 就是指利润分配这个科目 所以借利润分配 代言于工机 这是属于留存收益内部的一增一减 总而不便啊 所以这个 不影响 那下个业务 向投资者分配现金股利140 想翻路啊 借利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 带的是应付鼓利 那这个业务 借房利润分配 它代表的是无位分配利润 无位分配利润在借房增加减少 减少了 所以这个业务呢 导致利润分配 就无位分配利润减少了140 那答案出来了 350加300减140 应该是C501 这个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个题目呢 你可以从留存收益角度 然后综合去考虑 就把他们的营运工机 无位分配利润 放在一起来考虑 也可以分开考虑 先考虑 营运工机的期末余额 然后再去计算 无位分配利润的期末余额 把两个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 分开做 你怎么去做 首先期出营运工机200 那加上本期计题的30 等于230 所以期末的营运工机 就是230 然后继续看 再计算无位分配利润 期出的是150 当年实现计利润300 导致的无位分配利润增加了300 然后计题法定营运工机 我们是借利润分配 代营运工机 所以利润分配在借房 表示无位分配利润减少了 30 那分分信息鼓励 导致利润分配 就是微分利润减少140 再减140 然后呢 把这个招出来 再把这个加上 就是最终的留存收益总额 两种做法都可以 你如果判断留存收益呢 你觉得不太好判断 那你去判断 营运工机和微分利润就可以了 就哪一个 你更得心应手 你就用哪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去判断留存收益就可以了 十七题 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 下列各项中 委托方在收到受托方开出的代销清单时 您将支付的代销手续费 记录到会计科目是什么 代销手续费 这我们应该都知道 是不是就直接记录到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在销售过程发生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选递 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今天教材里面 不光有委托方的账务处理 还有受托方的账务处理 那么如果这个题目改成 受托方 在开出代销清单时 将计算的代销手续费 应该记录什么科目 对于受托方来说 他赚的 是不是就是这部分手续费收入啊 所以啊 对受托方来说 他是把手续费 记录到了其他业务收入了 对吧 所以看清楚了啊 是委托方还是受托方 这个不要搞错了 另外呢 你把委托代销 相关的委托方 和受托方的账务处理 回去再好好看一看 再看18题 假公司为增值税的一般大事人 2021年3月1日 销售A商品200件 并开具增值税专件发票 每件商品的标价250元 由于是成批销售 假公司给予客户 10%的商业折扣 那这个题目呢 是销售业务 里面涉及了商业折扣 和现金折扣 那么对于这两个事 我们怎么去处理啊 如果是商业折扣 我们是直接按照 商业折扣后的金额 来去确认收入啊 还有现金税额 还有我们的洋葱款 或者营收账款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总的销售价款 应该是200乘以 250 应该是5万块钱 然后给予10%的商业折扣 所以真正的交易价格 应该是5万乘以 一减10% 那就是4万5了 所以真正的交易价格是4万5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一个是现金折扣 并在销售合同中 规定现金折扣条件 是2-10 1-20 N-30 那对于现金折扣 我们现在的规定啊 注意 是要充减收入的 和去年不一样了 去年已经学校同学 你注意了 今年和去年 对于现金折扣处理 就不一样了 去年是 即财务费用的 那今年 我们是要充减收入 那么我们到底 充减多少收入 这个时候呢 是一道可变对价 对价估计数的 确定问题 那么怎么去确定 它有两种方法 如果只有两种结果 我们按照 最有可能发生进口 比如说 我们下面先不看 假设我认为 在10天还钱的概率 是90% 以后还会概率 10% 那只有两种结果 对吧 那就直接按照 最有可能发生金额 就按照2% 来充减收入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有多种结果 我们就得按照期望值了 期望值是 每一种可能的结果 和对应概率的 加权平均数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 到底是 最有可能金额 还是期望值 且计算新铁折扣时 不考虑增能税 那当然呢 A商品发出 假客户收到商品 并应该收入库 说明控制权已经转移了 假公司呢 基于对客户了解 预计客户 10天内付款概率 60% 11到2天 30% 超过2天 付款概率 10% 这是有三种结果 对吧 不是4% 是10% 三种结果 我能不能用最佳估计数 能不能用最有可能金额 直接60% 时间之内还款的 2% 那么这样 不行 三种结果 我们就得按照期望值来算 那么假公司呢 认为期望值能够更好的预测 其有权获取的对价金额 那不考虑增生税 等其他应付影响 则应确认的收入金额多少 我如果没有现金折扣 刚刚我已经算过了 商业折扣后 我的收入金额 应该是4万5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 200乘以2万5 乘以1减10% 应用4万5 那么现在就是 看一下 我这个现金折扣 这个可别对价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怎么算 那如果 在10天之内 付款 那现金折扣金额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 4万5 乘以2% 对吧 注意啊 10天之内是2%的 不是10分之2 这个就是在 10天之内如果付款 我给予对方的 现金折扣金额 这个概率是60% 没有问题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在10天之内付款 结果 和概率 然后继续 加上 如果是在 11到20天内付款 概率是30% 那么如果 11到20天内付款 现金折扣金额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 总金额乘以1%了 那就是 4万5 乘以1% 再乘以对应概率 30% 好了 最后 超过2天 付款概率10% 那如果超过2天 再付款 请问 有没有现金折扣了 没有了 或者说 现金折扣金额就是0了 所以再加上 0乘以10% 看到了吧 那么这样的话 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就是我们这个 现金折扣的期望值 刚说过了 如果不存在现金折扣 那收入金额就是4万5 如果存在现金折扣 期望值是这个 所以总的 应确认收入金额 应该是4万5 减去 这一部分 减去可变对价的期望值 这就是我们应 确认的收入金额 好了 我们就不再算了 因为口算实在算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解析 首先在前面是一些 相关的概念描述 提供给客户 商业折扣的 按照商业折扣后的 金额来确认 那么提供给客户 现金折扣的 我们要按照 最佳估计数来确定 那么最佳估计数怎么来的 要么就是期望值 要么就是最有可能金额 那如果是两种结果 就按照最有可能金额 如果多种结果 就按照期望值 那么这个题目 已经说过了 三种结果 而且题目都输了 按期望值来算 那这样的话 信息折扣的 这件工具数 就等于 200乘250 再乘1减10 这是不是就是 如果没有信息折扣 我们应确认的收入金额 45000 然后乘1% 乘1% 乘1% 这个是在10天之内还款概率 是60% 而10天之内还款 我是享受2%的折扣率 再加上 在11到2天还款 它的概率30% 折扣率1% 然后呢 20天往后 就没有折扣了 所以应该是 乘1% 再乘1% 算出呢 现金折扣的金额 是675 这个公式 你别看的数字很多啊 你要理解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和我这边 写的 写的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就是把 商业折扣或者金额 或者说 不考虑现金折扣 它的应确认收入金额 先算出来 然后呢 乘1% 或者乘1% 就是现金折扣金额 然后再乘以 在不同情况下 他们对用的概率 再加起来 就是把结果和概率 去加全了 所以你不要看这里面的数字 怎么这么复杂 就不想去做了 连想都不想去想了 这个不行 我们把原理明白了 把公式怎么来的 明白了 然后数字 你就写就可以了 再长我相信 你也能写得出来 好了 这下算出来了 现金折扣期望值 就是675 所以奖公司 应确认了收入金额 就是 45000 再减去675 等于44325 那答案是选择D 这个是今年新变化的内容 特别重要 所以对于它的计算方法 一定要会 19题 2021年4月1日 奖公司与客户签订 一项工程服务合同 合同期限6月 总价款是3000万元 它从4月1日开始的 所以应该是4月5月6月7月8月9月 到9月底结束 总价款是3000 总成本是2100 到2021年6月30 奖公司实际发行总成本 1155万元 那么4月份 在4月末 我们去认识收入 5月末再去认识收入 6月末还要去认识收入 对吧 那么这很明显的 是一个某一时段履行的 旅游义务 如果旅游季度能合理确定的 我们就得按照旅游进度 来确认收入 这边的4、5月份没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是6月份的 总成本1155 经专业测量师测量 旅游进度是55% 那么这样的话 旅游进度是可以合理确定的 然后又告诉我们了 2021年4月到5月 累计以确认收入是1000万元 如果6月份确认收入 那就想公事 我们怎么样按照旅游进度确认收入 就是合同总价款 乘以旅游进度 再减去 以前期间累计 以确认收入 那不就是本期确认收入吗 所以比较简单 那直接是总价款3000 乘以到6月末的旅游进度55% 也就是这个55% 其实是4、5、6、3个月 它完成的总的进度 那我用3000乘以55% 其实是4、5、6、3个月 累计总的收入 然后我再减去4月份 5月份的累计收入 那剩余的不就是6月份的收入吗 那答案出来了 当然应该是选择B 650 3000乘5% 55%-1000等于650 再看单选的最后一集 2021年12月31日 某企有关科目期末余额入下 原材料借房余额55万 库存商品借房35 生产成本借房65 材料成本差异 贷房8万 存货加准备贷房36 受托代表商品借房40 受托代表商品款代房40 商品经销差价代房12 不考虑其他因素 2021年12月31日 该企业资产负债表中 存货项目期末余额填列的金额是多少 这是让我们体验自然贷债表 存货 那存货项目呢 包括内容比较多 什么原材料啊 周转材料啊 库存商品啊 还有委托加工资啊 委托加工资啊 委托加工资啊 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存货啊 那么这里面呢 有几个特殊的 你要注意一下 在这题目里面呢 都体验出来了 一个是材料成本差异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是 我们今年是不是加了 委托代销 增加了一个 受托人的账务处理啊 其中多了两个新科目 就是受托代销商品 还有受托代销商品款 那么这两个 它也是包含在存货项目里面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是 加上受托代销商品 减去受托代销商品款 那其实一加一减 两个金额又相等 所以其实是不影响总存货的金额 那从本质上讲 我把货发给你了 对你来说是委托代销 那么这些货物 肯定不是你的存货啊 是不是 所以拿这边一加一减 正好没有了 所以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啊 加上40减40 也可以干脆不考虑他们两个 就把他们当没看见就行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关于商品进销差价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涉及到一些借房余额 还是涉及到一些贷房余额 到底该加还是该减 尤其是 他来什么差异 因为他的余额可能是在借房 也可能是在贷房 我在这边多问一句啊 他来什么差异 借房余额是什么意思 是 入库材料产生的超支差异 对吧 还没节转掉的 那么最终余额就在借房了 如果在贷房的话 表示是节约差异 那么这在贷房 表示是节约差异啊 那请问你是该加还是该减呢 在这边呢 你不用去想是超支还是节约 是加还是减 就想一个事 他们只要与一个方向一致 那么别的怎么处理 你也怎么处理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 对于存货地下准备 它是属于存货的背底科目啊 我们在填存货项目时 对于背底科目肯定是要减就的 所以你会发现啊 存货地下准备 代方余额 36万 所以我们是要减 而财量什么差异 也是代方 那既然是余额方向 和存货地下准备的余额方向是一致了 那么处理方式和存货地下准备 也是一致的 他减你就减 他加你就加 那就行了 所以这个8万应该是减的 那同样道理 这个商品积方差价 它也是代方余额 所以它也该减 而反过来 如果听不改一下 这个代表称差异 是借方余额8万 那怎么办 那你想一下 这个借方不就和库存商品 和施展成本和原材料一致了吗 都在借方了吗 那你说他们是加而减的 是加的 他们是加 你跟他们一样在借方 那你也加就行了 所以啊和谁一样 你就和谁一样处理 他们是加 你也跟人加 他们是减 你也去减就行了 所以这边千万不要去背 借方增加 我要加 借方我要加 代方我要减 没意义 就看和是一致就可以了 包括填固定资产时 我们除了要固定资产 减折旧 减了之后 是不还要加或减 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啊 那是加还是减啊 不用去背它 就看 它是和固定资产一样 余额在借方 还是和折旧减值一样 余额在贷方 和谁一样 就和谁一样处理就可以了 比如说 如果在借方 那么就和 固定资产一样在借方吗 固定资产是加的 你也加 如果和折旧减值准备一样 在贷方呢 那折旧减值准备 我们是减的 那你固定资产清理 也是减 所以这两类特殊的 要注意了 那么这样的题目答 其实就出来了 应该等于 原材料借方55 加库存商品借方35 加试探成本借方65 这个试探成本的借方余额 表示的是再产品商品 因为如果产品加工完成了 我们就把试探成本 转到了库存商品了 它就没有余额了 那么如果没有转库存商品 说明它还没有完工啊 没有完工 在企业里面 这是正在加工中的产品 就是一些再产品 那再产品也是企业存货嘛 所以呢 这个借方余额也要加 它是什么差异 贷方余额 它是和存货贷产准备 余额是一致的 存货贷产准备是减 所以它也是减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减 地产准备减 受托贷产商品是借方吗 和它一样加 受托贷产商品款 贷方 那就和第二准备一样 减 商品交贷价 贷方 减 就行了 所以总的借方加起来 减去总的贷方 就可以了 那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是99 答案选择 A 这是我们的单选题 那对于单选题 我们的分值 每一题两分 但是呢 题量比较大 20小题呢 所以如果你把单选题 拿下了 其实就代表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我会给这个证明